嗨大家好,這次來帶來兩張AMD不同世代的繪圖卡測試 之前介紹過RTS 4000跟A4000這兩張的性能 這次是WX5100跟W6600 首先是規格上的比較 5100它的加速頻率有下降 記憶體一樣是8G 一個免插電的顯示卡可以有8G這樣子的VRAM 也是我願意購入的原因 你可以看到這個外型歷經了各種掉漆與刮傷 不過打開算是意外的乾淨 它的散熱片的漆片的溝槽順便來理風扇的線 它的風扇規格是5公分的薄扇 不接外接電源,但是VRAM該有的散熱還是有 外框也是全金屬的材質 雖然只有單槽,但該花錢的地方還是會去做 左機板你可以看到外接電源的預留孔 拆開它的散熱器本體可以看到散熱膏已經硬化 桶底外還有兩根熱管 當然上面的散熱膏也硬化了 酒精擦拭後重新上散熱膏來開始測試 室溫25度,燒機半小時 在Full Mars其實只剩下不到0.5G 功率大概是45W 前後整理散熱膏其實溫度都一樣 不過轉速從2600轉下降到2200轉 事實上它就算是2600轉也是完全聽不到聲音 就35分貝左右 本質就是底噪 除非你耳朵貼著不然你分不出任何的差別 遊戲測試2K特效全開的低頻線5只有20FPS 降到高畫質的1080P勉強要50FPS 想當初無風扇的1650在2K中特效都還有60FPS 當然這樣還是比內顯好 大家就將就參考一下 Timesby其實這樣也只有輸RX6400一點點而已 對了 6400其實也有繪圖卡 那這張我就先Pass了 接著我們來換W6600 那這張卡我也是買全新的 盒子真的是做得相當的精美 打開滿滿的儀式感 印刷與本體的塗裝做一個連貫 那不理性的A粉當然也可以得到滿足 拆開後你可以看到本體就是一塊保鋁片 然後去噴漆 反面沒有遮噴其實藍色的噴漆相當明顯 連VRM的散熱片也有被噴到 本體的框架當然也是全金屬製作 那古風扇的導風處也有做散熱騎片 6Pin的電源接口也有做一個金屬片加強固定 但能接上主板的其實只有2Pin 畢竟這也只是一張100W的顯示卡 A4000那個140W還是有點差距 仔細一看本體有採用均熱板 但因為全新卡我就不塗散熱膏了 實際燒機溫度80度 熱點95度 風扇轉速3700轉 噪音也是40分貝上下 非常的安靜 實際2K特效全開地平線5有將近60fps 基本上特效開高 高刷新率2K應該是沒問題 但畢竟繪圖卡本頁還是在繪圖軟體上 那Format的頻率大概在2G左右 那在繪圖的時候基本上可以跑到2.6G 那我這邊簡單示意一下 基本上一般需求繪圖也是問題不大 那當然如果你要渲染的話 N加的A4000之前也介紹過 實體的3070Ti的核心 它仍然是最強的單草卡 那總結來說會買繪圖卡除了自己對於繪圖有一點點的情感連結外 最重要的是單草卡對於ITX機箱會有一定的可能性 像是FROM T1第二版它的單草模式下你可以騰出更多的空間給CPU來散熱 那之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單草卡的裝機演示 那今天就先把這兩張手邊的卡介紹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